这是我心中UNIX最出众的系列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Tennis Family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2018年UNIX推出的VCore Pro系列 这是我认为UNIX近几年推出的最出色的系列 由瓦琳卡代言 我也在其他视频里做了一些展示 今天我们来详细的看看他们的特点 我手头的两只一直是310克的版本 一直是330克的版本 此外还有一只290克的版本 他们均采用了Isometric的拍头形状 高磨亮碳 Black Microcore NAMD等等UNIX最出色的科技 强调了触感控制跟旋转 并且在互线管上采用了Lock Booster System的技术 增加了球线能量的传导跟反馈 在参数上拍面均为97 16x19的线窗 20毫米的拍框 290版本为穿线平衡在325毫米 310跟330版本为穿线平衡为310毫米 硬度都在65左右 辉重上290版本为310 310版本为317 330版本为330 可以推测UNIX用了一款非常优秀的拍摩 铸就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系列 我们的视频以330克版本为参考 穿线为UNIX850P 那在我主力拍换成Dunlop CX200 TOOL之前 比较原始一些 有别于现代的球拍呢 很多球拍偏安静 并且有修饰感的触感 310克版本呢 在田区外的拍头部分呢 会有一点点砸震的感觉 但这个现象呢 在330个版本并没有出现 那整体来说呢 舒适跟手感都是非常出众的 底线上呢 330个版本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支球拍之一 整个现场的力量感跟穿透性都是非常出色 同时呢 田区中心比较密的现场呢 具备了这个拍面上16x19最好的控制 那此外呢 方形的拍头呢 让整个球拍的相对的宽容一些 田区外的机球呢 也是相对可以预测的 因为薄拍框的缘故呢 整个拍速可以非常的快 整个旋转来的也相对容易 并且呢改变方向跟角度 是稳定跟相对容易 310克的版本呢 会稍稍的缺乏了穿透力 以及应对高球速 以及改变方向 所需要的稳定性跟随挥 那这个呢 需要在拍头加重呢 去弥补一下 并且这个弥补的效果是非常出色的 我觉得呢 这支球拍最大的一个优点呢 尤其是在330的版本 就是机动性跟稳定性呢 非常完美的融合 相对大的挥重呢 或许对一些人是一个比较大的阻碍 但七点穿线后的投轻的平衡 以及20毫米的薄框呢 让球拍在空气中的运行 是非常迅速的 330克版本的相对大的重量呢 又是球拍稳定性的 一个强大的保证 此外呢 如果你在330的版本 换一个皮柄 完全可以达到 类似于Wilson RF97A的 类似的重量挥重温平衡 那作为RF97A的非常出色的替代品呢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因此呢 在我的揭发球跟捷技中呢 这支球拍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当然 如果你无法掌握这么大的挥重 你可以去选择310克的版本 那不到320的挥重 是相对容易掌控 但同时呢 稳定性和随挥是会有所降低的 在发球上面呢 这支球拍的表现是符合我的期待的 作为UNIX旗下最突出控制的球拍 我并不期待它对我的力量上 有很多的帮助 相反呢 打点的能力跟旋转 才是我所关注的 那这些呢 也为我后续的击球的连续性呢 做很好的准备 同时呢 这支球拍也是非常出色的 发球上网的球拍 得益于良好的机动性呢 帮助我上网的节奏 以及稳定性呢 帮助节肌的深度跟角度的变化 330个版本的消球呢 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消球之一了 快速切入空气的感觉 给我防守 甚至说游手转弓呢 强大的支行性 同时呢 良好的稳定性和随挥呢 让我在节肌中呢 和消球中呢 保持了非常好的 改变深度 角度的防守能力 那不容易呢 被对方呢 连续的压制 能够比较好的 中和对方的进攻 同时呢 在消球中呢 能保持不错的侵略性 那310个的版本 相对来说呢 稳定性要差一些 因此呢 就更容易出现 比如出浅球的情况 容易被对方压制 在放小球呢 以及半截肌上呢 良好的触感呢 让球在现场上滞留的时间很长 很容易的控制出球的角度 以及深度 非常不错的效果 因此呢 我们对330克版本的打分呢 如下 手感呢 8.8 舒适 8.6 底线 8.8 力量 8.4 旋转 8.5 控制 8.8 发球 8.5 揭发球 8.6 截击 8.8 稳定性 9 机动性 8.3 消球 8.8 总分 8.9 那总结一下 18年的Unix Vico Pro呢 是我心目中 Unix推出的最出色的系列 三个重量 非常类似的特点 涵盖了从初学者 到专业球员呢 所需要的 几乎所有的重量的类型 那可以说是各个重量上 控制派的典范 手感 旋转 控制 舒适 在同类型的球派中呢 都是非常出色的 330克的版本呢 除了会稍难驾驭一些 在各方面呢 表现都是非常突出的 310克的版本呢 更突出了机动性 那在稳定型的随辉上呢 需要加重来帮助 那290的版本呢 同时呢 310克的版本也是非常出色的平台派 那290克的版本呢 是初中阶玩家呢 控制派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择 并且呢 在同系列中呢 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啊 力量的提升呢 进行转换 这个转换的时间也是相对比较少 那2019年呢 VCP出了新的一代 在手柄中呢 加入了VDM这种绿震网 手感呢 会更加安静一些 更加偏向现代一些 那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一期呢 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跟支持 欢迎大家留言 点赞和分享 也鼓励呢 喜欢网球装备的小伙伴们呢 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二维码呢 在B站的动态呢 每周都在更新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我们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